在这三天前,六星的小冬斗司冠因为太少人输用 面对着没法经营的状况 最近是一天,热心志冠妈妈的协助制作 除了将在斗司冠的内部中心经历 也增加了新的有落色比 让小兰有影响在这里看出出头 志冠妈妈也固定会来跟小朋友说故事 斗司冠欢迎大家客气来利用这个好环境 提醒大家设置风气 第三天前,小兰社区利用当地一间没在使用的咖啡工丛 搭着新斗司冠 但是在这段时间因为很少人在使用 让小兰斗司冠免得要飞起的危机 最近就有一位热心志冠妈妈 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开始 现在让这间社区斗司冠又重心挖起来咯 因为初期刚做的时候算效果不太好 现在我们一半志冠来跟我们一起 他在中国经历再切 不化这个斗司冠 所以说今天有这个生意出来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能够在每一个社区里面 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独厕馆 让居民还有小孩子都很简单就可以看到书 接触到书 那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斗南 甚至我们整个云林的这个书香的氛围能够提升 这次是利用在社区PK比赛的地点的经济来进行改作 母亲导司冠里面除了有超过三千本的製衣服 又利用一个空间搭着新油漆区 并且也有提供七条米亚 非常适合大小朋友做回来修用 好玩 那讲完之后继续来这样 很想 我觉得很不错啊 因为现在社区发展很多 可是可以把社区发展发展到林里进制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 小冬这里办的真的很好 那他也不局限于在小冬里 不管是邻近的居民都可以来参加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这间祖书馆竟然不一样 在这里妈妈还在背叛的小孩做回看 而且还会定期基盘各种的手工的体验活动 让大家来这里除了很大可爱的外头以外 也可以重视自己的生活 我们大概是假日里面 说故事啊做DIY啊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说像星期三 有时候学校都是读半天的而已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下午这里面 就有主办一个叫做共读 适当祖书馆的活动 也为社区担来生的活力 希望借由祖书馆在处的开幕 除了提醒当地的外头风气 也能提供大家一个 畜生感情交流的好所在 记者叉上林 彩虹布图